第五届336爱奇儿日活动就要在15号下午2点 在新北市政府市民广场热闹展开了 7号这天的记者会上副市长侯友宜 他也呼吁民众要踊跃前来参加活动 同时用行动来表示对生残小朋友们的关怀还有照顾 每年的3月第三个星期六是爱奇儿日 而爱奇儿就是指一般的身心障碍儿童 在7号的记者会上 副市长侯友宜特别呼吁民众要踊跃参加 甚至变成沦漏到街坨上被社会遗弃的疫情 这是我们小时候看到加油生残儿的这一个场景 天使新家族表示 有爱奇儿的家庭普遍受到外界的异样眼光 甚至在社会上遭到排挤 而身为家长更是饱受折磨 不过为了自己的小孩再苦也要沉下去 也希望借由活动唤起民众对爱奇儿的爱护 因为孩子情绪失控 司机其实也不知道他是一个爱奇儿 停车把他赶下车 那个妈妈就开始用走走两个小时 其实在那个当下我们很多家长大家都哭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愤怒没有办法解决事情 那个问题在于这个氛围是模糊的 因为司机不知道 家长也不敢讲 这样的问题一直营绕在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父母的身上 去年我们董事会的顾问 国北教育大的奈念瓦教授 跟日本的一个立命馆大学的教授 古金二教授一起研究 所以身心障碍这些的家庭的问题 有一个数据非常的惊人 有五成的家长在照顾孩子心力焦脆 里面有三成的家长常常有自杀的念头 从37号到3年14号 我们是定为爱奇儿座 有办了一系列活动 我们希望不是这一周的活动办完就结束 我们这只是从这样的一个发想 在春天的一个季节里面 阳光普照 温馨的社会里面 去做这样一个发动发想 让这样一个发想发动 来影响我们周遭的人 这只不说一个启动 我们需要永远的慈悉 此外另外表示 如果家中有爱奇儿 父母一定要先走出来 孩子才会有希望 也希望民众可以踊跃参加这次的活动 陪伴爱奇儿家庭散散步 给予他们爱与关怀 介绍墙市府上报导 请不吾 Apache 散步